大家好,中秋节快乐,今天中秋前买了一点养肋,今天想做一道养肋包萝卜 养肋包萝卜的食材有养肋,白萝卜,辣椒关,香叶,桂皮,发酵,大蒜,姜,八角 首先买费了一个养肋,用这个凉水泡半个钟,泡出这个血腥末的水来 然后把这个水倒掉,再加一点水,再泡30分钟 那个血沫水差不多了,泡出来了 然后再加几个发酵 加一点料酒,去一下腥味 然后就不用焯水了,等一下 再泡30分钟 把这个羊肉切成小块,萝卜切小块 首先锅里不要放油,把这个饶料倒下去 再炒两分钟 炒出了就等上来 过一下凉水就可以了 把这个烧味炒出来 锅里加点适量的油 把这个羊肉炒下去 把这个羊肉炒下去 很好 加点适量的盐 加点蚝油 加点蚝油 加点老抽 加点蚝油 加点老抽 加点蚝油 加点生抽 加点生抽 一起翻炒 加点黄酒 加点黄酒 家里没有黄酒的可以 超市里面买的那个六酒也可以 加点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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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烧开 然后准备一个高压磕 好快了准备一个高压磕 打到高压磕里面去 用包饭的垫高压磕 好 盖子盖起来 按下按30分钟的就可以了 把那30分钟的养肉就可以了 好香哦 把这个萝卜倒下去 盖上盖子 然后再按这样按这个包饭的 那就可以了 养肉包好了 可以上饭了 一道美味客家养肉包萝卜就吃好了 现在秋天很适合养肉包萝卜 很多老人家说吃萝卜很凉 有养肉搭配就不凉了 这道菜吃起来烂烂太滚 好吃有下饭 朋友们你们消费了吗 赶紧动手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请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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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